好的观众朋友们 相信你们看到我手上的这艘船 已经开始疑惑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船呢 那还不是得怪MC中原版的船太拉了 只能承载一个人 连货物都拉不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家常版的船 把它们一个个连了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载着村民前往另外的岛屿 形成一个三角贸易 你看这些村民多开心啊 想必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坐船 不 我这已经不是船了 是海上列车好吧 可能这时候会有观众问了 你这个船到底是怎么坐的 好 我现在就来教你 首先需要造船专用工作台 然后你只需要准备足够多的船 这么一个个放进去 它的长度就会增加 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叠加的 而且家常版的船也可以进行叠加 而且直接叠了120艘船 这长度突破天际了兄弟们 不过这么长一艘船放在水里 游戏会变得非常非常卡 所以只能观看不能使用 毕竟理论和实践是两码式 现在我要把它缩减至64艘 看上去还是非常的长啊 但是好像太重了 我一坐上去直接沉下去了 当然 我们还可以给船添加货物 把准备好的箱子放上去 这样一艘货船就大功告成了 之后我们就可以带着自己的货物 想去哪就去哪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但它的功能还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可以在船上放很多的熔炉 来加大它的功率 就像以前的烧煤火车一样 加入煤炭后它就会自行启动 速度非常的快 我完全来不及上船 不同的方块有不同的效果 如果在船上放上蓝冰 我就可以在陆地上划船了 速度也非常的快啊兄弟们 众所周知 海底神殿里某种方块 蕴藏着强大的力量 那就是海金灯 把这玩意要放船上 那简直就是无敌 看看这速度 我都能在海面上漂移了 但是 前面这些都还算不上什么 看我造的这艘龙舟 头部采用的是木尾龙的头 所以你们猜 这艘船的能力是什么 没错 它能飞起来 哦 起飞 这不比前面几艘船力太多了 木尾龙才是永远的一神好吧 这是模组的名字 感兴趣的小伴可以去体验一下 还挺有意思 那么我是护子 我们下期再见